最近有消息称,巴基斯塔受到沙特强大压力,要求数万巴基斯塔军人放弃维持沙特国内治安任务, 转而替代节节溃败的沙特军队,和也门胡塞武装交战,这个事情咋来的?原因就是,胡塞武装战斗意志高涨,将武装到牙齿的沙特军队,打得屁滚尿流,沙特军,也门的情朋友,我给你们送装备来了,要多少有多少,要多好有多好从武器装备来说,沙特军队领先也门胡塞武装30年,不管飞机大炮坦克无人机, 枪支弹药,沙特的外购理念,只要好,不在乎价格,美国M1坦克好,买买买,300架,美国F15战斗机好,魔改升级来个200架,中国155大炮好,买买买,中国翼龙无人机好用,买买买,再来300架,也门,大多就是苏联的老枪AK-47,SVD空军战斗机几乎为零, 坦克几乎为零,就靠极少的伊朗援助和过去野门政府军积攒的一点点加底和沙特军队拼,最终就是沙特军队一窥千里,各种先进武器装备丢得满地都是,然后坐上皮卡疯狂向后方逃窜, 最新统计,2018年上半年,沙特丢弃了900渔台军用车,包括军用卡车,吉普车,装甲战车和塔克,另外还有上万支步枪,一级导弹,火炮和各种军用装备,物资等等,沙特上半年度的装备损失达到了30亿美元,真够好的, 野门一水的AK-47,越战17水平,居然还赢了超现代,话的沙特军队有人说,或许是被人打垮了,才丢亏弃甲跑路的,但是,实际调查来看,被丢弃的沙特武器装备,大部分不是被击毁,也不是出了故障,而是缺乏战斗一致,遇到敌人猛烈的炮火,就直接跑路,少量被击毁的武器,基本都是做固定炮台不肯运动, 也不肯放尸兵四周加强观察警戒,让敌人摆捡便宜疯狂捞分,而野门贫穷落后的拖鞋军,则发了横财,沙特的康开运输免费赠送,让拖鞋军喜出望外,但是拖鞋军拿到沙特的馈赠之后,就迷惑了,坦克,战车,导弹,狙击极枪都太先进,需要有良好的数理化基础,但是人穷有志气, 拖鞋军居然自己开办了一所坦克机械化兵学校,教具就是沙特人慷慨奉送的先进坦克和战车,交官呢? 沙特俘虏,野门人不好惹,打仗很野门,美国M1坦克做固定炮架,也被干起火了。 从这种情况来看,沙特越大越弱,野门拖鞋军越来越强,有见于此,沙特坐不住了,要求伊斯兰世界最强悍的军队巴铁,出兵返回局面。 理所当然,为啥沙特能这么无理要求巴铁军去送死,因为,穷啊,巴铁是亚洲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之一,最近东亚东南亚40年的高速发展,甚至南亚的印度都发展了20年,而巴铁还是几乎原地踏步。 而且要命的是,巴铁防御态势,也极其糟糕,东面是死地印度,百万大军,武器先进,西边是伊朗,也不好,惹,最终的结果,就是找大户援助,隔壁有个极度凶残的哥斯拉印度,巴铁很无奈,只好东靠中国西靠沙特援助去命巴铁的武器外购,大部分都有沙特的影子, 连中巴联合研制的骁龙战斗机,巴方的投资份额也是沙特出资,在这种情况下,拒绝真的很难,之前沙特内部不稳,专门到巴铁,雇佣了几万人精锐,帮沙特维持治安,巴铁的牛,主要是穷而且苦,周围几乎都强悍敌人,巴铁空军主力歼欺和骁龙,购机款,几乎都是中国优惠大筹兵,剩下沙特买单, 也门拖鞋军的牛,从小就飙悍,穷管了,光叫不怕穿鞋的,也门拖鞋军,削巴,俺俩都是穷人,素来无冤无仇,何必苦苦相逼到兵相见,巴铁,我也不想啊,拿了人家的钱,这真不好办,最终结果如何,暂时不得而知。 感谢观看